- 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夏天的時候就是要吃布丁啦 奶酪啦 果凍啦 這些夏日的甜點 我們今天教你一次就要成功 到底有什麼樣的小撇步 可以讓大家做這些甜點 不失敗呢 這就要請專業的佳穎老師 大家好 我是佳穎 來教我們啦 佳穎老師最近有新書新作品了 就是這一本布丁奶酪果凍 一次就成功對不對 真的一次嗎 一次就成功 所以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 就要教大家怎麼樣一次就成功 而且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進階版的 對 是什麼 布丁蛋糕 除了教大家做布丁 還教大家做蛋糕 是那種蛋糕中間香一個布丁那種嗎 不是 是先做布丁 然後上面再擠一層蛋糕 一起下去烤 所以它會有那個 又有布丁的口感 又有蛋糕的口感嗎 對 聽起來好像有一點點難度喔 有一點 但是跟著老師的步驟做呢 就會讓大家一次就成功啦 趕快來看一下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布丁蛋糕要用到哪一些材料囉 布丁蛋糕用到的材料有 焦糖果凍的材料 細砂糖25公克 水7公克 水100公克 細砂糖12公克 果凍粉4克 雞蛋布丁液的材料有 牛奶175公克 細砂糖45公克 香草豆茄半條 全蛋2.5個 西風蛋糕用到的材料有 鮮奶20公克 奶油25公克 低筋麵粉23公克 蛋黃2個 蛋白2個 塔塔粉1公克 萊姆酒3公克 糖30公克 好 我們看到雖然說 材料比較多一點點 可是其實沒有太困難的材料對不對 對 幾乎都是你超市便利商店 可以找到的材料 就可以來做這個蛋糕了 比較唯一特別一點的就是這個 豆茄 對 這個可以加 可以不加 也可以用香草精去取代 可是我覺得是要讓它風味更加的話 用香草豆茄比較好吃 所以你可以找得到的話 就用香草豆茄 另外今天雖然要做的是布丁蛋糕 可是還是要用有一點深度的模具 這個大概是幾吋 這個差不多是不到5吋 就是小小的就可以了 可是就不能用一般的布丁杯 今天要用可以烤的 對 這一定是要可以烤的 也有耐烤牌的布丁杯也可以 其實大小你也可以做一個6吋 或一個8吋都可以 我覺得說一人份一個小的5吋 這樣就夠了 好 所以這個是你今天要準備的 模具的部分了 好 那大致上介紹之後 我們就開始動手做了 先做哪一個部分 我們要先做焦糖 就是我們這一個 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這一個 上面這一層焦糖 對 我們要先做焦糖的部分 首先先把糖 我們今天的糖有分兩個糖 對 一個是蛋 為什麼要分兩個糖跟兩個水 對 一個是一個糖的部分 我們要就是煮焦糖的部分 對 所以煮焦糖是跟少的水 糖比較多的糖去 配少的水 對 配少的水 先放下來 所以焦糖布丁液裡面的那個 多量的糖 糖 配少量的水 因為這樣還滿好結 一點點的水 一點點的水 對 我們要把它煮到焦糖色 好 所以這樣子就 不要去攪拌它就直接煮 不要攪拌它 直接讓它煮到焦糖色 那這個時候你要注意 因為量沒有很多 那就是煮的時候很容易焦掉 你不要開太大的火 對 一開始就用中小火 對 中小火 把它煮到焦香味出來 比琥珀色再深一點點 比琥珀色再深一點點 可是不是焦掉 是咖啡色是不是 對 比較深色一點 對 所以有點像我們喝 美式咖啡的那一種顏色 有一點 對 那個就會我們的焦糖 就會有焦香味 對 那我們繼續讓它煮 接著 這是比較少分量那個砂糖 然後拌上果凍粉 要不然如果我們等一下 直接下去煮的話 果凍粉它會結顆粒 那它要一點點的糖去把它混合 對 所以果凍粉跟糖先做混合 對 先做混合 對 把它拌勻 好 所以我們 其實在拌的同時 我們的糖煮沸了 對 可是還沒有開始焦 對 它現在還是透明的狀態 透明 然後等一下顏色 就會越來越深 大概要煮到幾度 糖會開始焦 差不多一百多度以上 它就會開始焦 對 所以它滾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準備去留意它了 對 對 就不要再做其他的事情了 對 因為它的量很少 對 你不要說旁邊去洗個碗 煮過頭你要重新煮 對 而且煮過頭 我覺得我們要取的是那個焦糖的香 香氣 不是那個苦 就是那個苦 對 有時候你不小心就變苦了 對 對 但你顏色煮不夠 我們那個焦糖的漸層 就跑不出來 也是要煮得夠 這個要多練習幾次對不對 對 還好這是初階版的 初階版 所以這代表對老師來說 就是小小小 練習兩次就可以了 對 好 我們繼續讓它煮一下 把它煮好 持續把它煮到一個 記得我們煮焦糖的時候 不要說你擔心它焦掉 或是怎麼樣 你就會一直翻它 它會 就是一直翻它 它就會變成環刷 就是變成結晶 再結晶 環刷 對 就是變成是 像是鹽一樣 這樣子變成一個白白的顆粒 會這樣子 它會變這樣子 所以不能去攪它了 不要去攪它 你就是自然 那頂多就這樣子晃動 讓它慢慢的變成琥珀色 它聞到慢慢的跑出來了 有 其實現在開始有一點轉黃 對 就是它不是那麼純然透明 有一點點微微的金黃色的感覺 有了旁邊都已經有開始跑出鵝黃色 對 那一下子一眨眼它就會變成 好快 你看它現在顏色一直在轉身當中 現在有點像微大力的顏色 對 金黃色 這個就是鵝黃色 那我們還可以讓它再焦一點點 而且它開始冒煙了 很香 非常的香 可以再讓它焦一點點 真的一眨眼的時間 一眨眼 對 你看 現在顏色再深一點點 可以再焦一點點 這樣還可以再焦一點點 可以再焦一點點 好香 很香 再眨眼可能就變成焦掉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 好 差不多了嗎 開始要準備 好了 這樣差不多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叫它熄火了嗎 熄火 好 這樣子 就是顏色 超像現在 有 很明顯 這真的就是美式咖啡的顏色 對 那接著我們把水沖進來 要小心 對 沖進來 然後開火 這個動作真的要小心 要小心 繼續開火 對 你要閃遠一點 對 那我們剛剛拌好的那個 布丁 就是果凍跟糖的部分 把它倒下來 倒下來 這樣子我們的那個焦糖布丁 焦糖的部分就會凝固 對 我們是靠那個 那個果凍粉 讓它去凝固 那稍微攪一下 那把它 老師我這樣這樣 細緒開火它會繼續焦嗎 不會焦了 不會焦了 水加下去它就不會再焦了 不會焦了 好 那我們就是把它再煮滾一次 這樣就可以了 對 繼續再煮滾一次 煮到 你看有泡泡的這樣就行 好微微的 微微的泡泡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接著我們就把它填入容器裡面 那我們可以到 差不多是0.3公分的一個厚度 放心 這不會太甜 你不要以為是焦糖 那個焦糖液 這是焦糖果凍 它不會太甜 我們糖量沒有很多 對 好 那甜多一點好了 我超愛吃焦糖這一層 對 我吃布丁的時候 我也是只有挖那一層 對 好愛 就覺得那一層的味道 是很屬於大人風味的 對 因為它有點微微的焦香 然後有一點點那種苦甜的感覺 好 這個我們就在旁邊放涼 對 放涼 接著我們要做 第二個步驟要做什麼 第二個步驟我們要做布丁 牛奶布丁的部分 叫做布丁的嗎 對 牛奶布丁的部分 然後接著我們就是把牛奶 牛奶 對 我把牛奶 直接這個鍋也不要洗了 直接用這個好了 比較省事 對 然後還有砂糖一起放下來 煮到糖融化 這個跟我們之前老師教我們做的那個布丁 一樣的做法 一樣 一樣 好 把它稍微煮一下 煮到糖融化 然後接著我們有香草豆莢 香草豆莢 把它一起放下來 切對半 切對半 加了豆莢那個味道就更香了 所以如果你之前沒有看到老師教大家做那個 焦糖布丁的話 對 你就是學到我們今天做布丁液的這兩個步驟 你就學會了嘉穎老師教我們做的焦糖布丁 對 然後今天我們是更進階版 還要結合一層西風蛋糕 對 在上頭 對 好 那我們的那個 香草籽要把它刮下來 把它刮下來 香草籽是不是一定要煮過才會香 對 稍微煮一下 好 刮下來 好 這樣子就讓它慢慢煮到那個糖融化 對 糖差不多40度左右就融化了 然後接著我們的蛋 要來打 好 這邊要打蛋 那或者是你說兩顆半 麻煩了 那半顆怎麼辦 那你就可以選擇三顆比較中小型的蛋 這樣就可以了 就不用分 因為全蛋要分一半是 怎麼分啊 蛋白一半 蛋黃一半 是這樣嗎 沒有 你就整個打散 打散之後舉半 一半 對 好 那我們這一個牛奶的部分 已經煮滾了 那再慢慢地把它沖進來 對 沖進來 那你要注意下面的糖 如果有沉在下面 你還是稍微攪一下 然後再慢慢地沖進來 一點一點地沖進來 對 那我們記不記得我們的固定 都要過篩對不對 記得 就是要讓它鼓溜的滑順 對 我們直接在這裡面就好 好 不要再洗盆子了 對 過篩兩次 口感更細緻 好 也可以把它那個 因為蛋它會有一些那種 什麼 季代 是不是 雜質的部分 對 然後我們把它過篩兩次 過篩兩次 比較細緻 對 這樣就可以了 真的耶 你看上面那個就是有一些 雖然它一樣是蛋 可是它就過不去 對 那如果你把它混在裡面的話 它就 口感就不會細緻滑順 對 好 好 放在這邊 OK 好 那這個時候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重點 我們要先看一下我們這一個 這個焦糖的部分 你要看 它如果沒有凝固的話 你不能夠衝進我們的蛋液裡面 你要等它先凝固 那是因為我們的棚裡面 比較冷一點 它很快凝固 如果你一般常常在家裡面坐的話 它還沒凝固 你就把它衝進來的話 它會溶掉 它就會這樣 可是老師 我想要問 凝固的定義是 它還會這樣子整塊的這樣滑 這樣子算凝固嗎 這個算凝固 就是不會黏你的手 就它凝成一個果凍狀 對 它不會黏你的手 記得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的蛋不可以太熱 你看 如果太熱的話 你可以摸摸看 如果太熱的話 我們這個果凍倒進去 它也會化掉 那我們可以先放在旁邊 讓它放涼一下 好 那接著我們就要做 戚風蛋糕的部分了對不對 好 戚風蛋糕 這個就比較簡單一點了 我應該也學會了吧 我知道蛋黃鍋跟蛋白鍋 因為我們已經做250級了 我先把那個 應該這樣子這邊 這個一鍋對不對 對 對 來 好 其他這邊拌勻 對 對不對 對 下次換我做 好 我們先把那個牛奶 牛奶 跟奶油 奶油 對 放下來 煮到奶油融化這樣就可以了 對 好 老師我記得我們之前做戚風蛋糕 有的是用植物油對不對 對 它會比較柔軟一點 對 可是我就覺得奶油比較香 對 然後接著我們把蛋黃 就是戚風蛋糕一個重點 就是把蛋黃跟蛋白是分開來大 它是分蛋式的攪檔 那蛋黃把它打散 好 這樣很簡單 然後我們今天比較不一樣 我們會加一點點萊姆酒 讓它提香 增加香氣 那這裡是可加可不加 就看個人的口感 好 然後我們的奶油的部分跟 把它煮到融化 不用煮到滾 不用… 煮到滾我們沖進來 蛋黃會熟掉 好 煮到奶油融化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接著我來倒 那我可以幫我攪 點攪 好 慢慢地加下來 好像香氣又跑出來了 對 加奶油真的比較香 對 然後接著我們加入低筋麵粉 那低筋麵粉我們已經過篩過了 把它加進來 對 拌勻 拌勻 攪拌均勻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蛋黃鍋的部分對不對 對 對 所以我少把塔塔粉拿過來 對 發現材料加完就 還有一個 這個是蛋白這一鍋的 對 這個就把它攪拌均勻 這樣就行了 接著我們來打蛋白了 好 也是要換一個盆子 對 那記得我們打蛋白的時候 蛋白怕油 那我們盆子一定要擦乾淨 那我們打蛋器的部分 一定都一定要 也要擦乾淨 不可以占到油脂 好 擦乾淨了 來 蛋白 放進去 對 然後接著我們加入一點點的 塔塔粉 可以幫助我們蛋白打發 然後接著我們把它打 先把它打到起初泡泡 我們今天戚風蛋糕要打到 跟一般我們做戚風蛋糕 用發度是一樣的嗎 對 差不多 打到起初泡泡之後 我們要分兩次加入砂糖 那是打到私訊發泡左右 把它打發 用快速攪打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的蛋糕要讓它蓬充 蛋白的打發度一定要夠 對 有時候你在家裡面打 可能覺得說 不曉得怎麼樣 看到它打發了沒 然後或者是太著急 所以你的接風蛋糕 就會比較扁一點 對 所以我們今天等於是教大家 做三種甜點 對 總結要花一點時間 把蛋白打到私訊發泡 差不多我們糖分兩次 加入之後私訊發泡 對 打到像這樣子有小彎勾的狀態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接著我們要把它拌均勻 蛋黃鍋也要準備了 對 記得我們要先取三分之一的蛋白 先把它拌勻 對 先把它攪拌均勻 好 對 把它攪拌均勻 這個時候還可以用攪拌器 對 然後接著我們把它全部倒過來 將它兩個地方都混合均勻 好 所以你看我們的蛋糕糊 也做得差不多了 那提醒大家烤箱先預熱了 對 幾度呢 兩百度 兩百度 上下火都兩百度 先把烤箱做預熱的動作 對 把它拌勻 由下往上拌 把它拌到麵糊兩個都混均勻了 然後 就可以準備來入膜 這樣剛剛好 我們的布丁液也涼了 涼了 我先倒布丁液 到多少 差不多是到五分滿左右 五分滿 對 五分滿 我們今天像是這樣子的容器的話 差不多可以做三個五吋的 三個五吋 對 所以你就均勻地分就可以了 對 好 這樣 好 讓你這個的香草豆角味很多 好 很棒 來 全部都倒好了 好 這個等一下我吃 對 好 這個香草加特別香 好 差不多 剛剛好 差不多 對 接著就把蛋糕倒上來 直接在上面 對 因為它會有一點點的脹 所以你就是不用太滿 八分滿左右 八分滿左右 好 我們要以上下火200的溫度 要烤多久 先烤十分鐘 記得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把它倒入一點點的水 因為我們布丁要隔水蒸烤 比較會濕潤一點 先烤十分鐘 然後接著再把溫度降低 用170 170 再烤隔30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分兩段時間 來去蒸烤它 對 蒸烤它 好 那在這一段同時 我們就稍後一下囉 老師 我們烤好的這一個 你就從側面看它的分層 好明顯 就是第一層是布丁 然後第一層是果凍 然後第二層是布丁 最底層是蛋糕 對不對 這個我們要怎麼把它取出來 可以倒扣得這麼漂亮 我們就是把我們的模具 用小刀把它刮一圈 你記得你一定要冷卻了之後 才可以脫模 因為如果布丁它還是 焦糖的部分還是熱熱的話 它是會流出來的 沒有辦法凝固 所以你要把它 丟冰箱可以嗎 對 冰一下 就整個不要脫模的時候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裡頭 然後上面簡簡單單 加一個草莓 草莓做裝飾 或者是加一個 現在熱帶的水果 都可以 都很棒 你就會覺得這個布丁蛋糕 它的價值感增加了許多 待會我們要來試吃 不過試吃之前 先來帶大家回顧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材料 還有哪一些做法提醒呢 一起來看看囉 布丁蛋糕用到的材料有 焦糖果凍的部分 細砂糖25克 水7克 水100克 細砂糖12克 果凍粉4克 雞蛋布丁液的材料有 牛奶175克 細砂糖45克 香草豆莢半條 全蛋2.5個 西楓蛋糕的材料有 鮮奶20克 奶油25克 粒筋麵粉23克 蛋黃2個 蛋白2個 塔塔粉1克 蘭姆酒3克 以及細砂糖30克 做法的部分 焦糖果凍 將細砂糖12克 加上果凍粉拌勻 接著將細砂糖25克 加入水7克 煮至糖焦化 沖入100克的水 到焦化的糖中 即拌入果凍粉 細砂糖後 用打蛋器 攪拌至糖融化 最後將材料 填入容器當中備用 雞蛋布丁液 將牛奶加上細砂糖 以及香草豆芽 煮至糖融化 接著沖入打散的蛋衣中 過篩之後填入已經凝固的 焦糖果凍裡 戚風蛋糕的做法 將鮮奶加上奶油 放入鍋中煮至奶油融化 接著加入過篩的 低筋麵粉拌勻 蛋黃也加入拌勻 備用 蛋白加上塔塔粉 以及細砂糖 在另外一個攪拌盆中 打發 即可跟蛋黃糊拌勻 拌好的蛋糕糊 填入雞蛋布丁液上方 即可放入烤箱中 以上下火 接200的溫度 烤10分鐘之後 上低爐溫 到170的溫度 再烤30分鐘 即完成 刀扣出來後 我們要 一匙下去 其實還滿 就是下去的感覺 跟一般我們咬布丁不太一樣 布丁很軟 對啊 它還滿扎實的感覺 好 三層 這好大一口 咬一半好了 感覺很扎實 它真的是三層的口感很分明 因為底下還是蛋糕的感覺 可是蛋糕比一般你單吃蛋糕 還要來得濕潤 對 然後中間那種布丁 咕嚕咕嚕的 然後上面那個果凍 那個焦糖會甜嗎 不會 可是它有焦糖的焦香在裡頭 好香 而且香草籽的味道 也充分散發出來了 冰冰涼涼的 真的很適合夏天 所以一次就成功 不會失敗的 記得在家裡也要動手做做看 這樣子的布丁蛋糕 今天謝謝佳穎老師 也謝謝觀眾朋友 我們下禮拜見 Bye Bye 好 toi 下蝙蝶